字幕 李宗盛 當這兩天卡洛斯在埋頭埋腦研究 打個灰面面和飛沫盾牌給豬嘴用 而那邊的3D彩蛋在24小時不停工作的時候 原來我老婆在廳也有它的創作 在上集我也有提過我老婆也在研究口罩 那女孩子做的口罩和我的科技人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想不想看看呢? 由真是確實有網友問過卡洛斯 究竟我老婆做出來的口罩是怎樣的? 就讓大家看看吧 大家千萬不要看樣子以為老闆傻 講她的解難能力 和她在創客方面的戰鬥力 絕對不會低過卡洛斯 她DIY的真羞白味 家庭擺設 和小食物 多不勝數 在朋友之間都博有名氣 每年還會幫我做一些小手工 放在名外賣物會移賣 而她親手所製的皮具用品 只能夠用三個字去形容 就是得人驚 因為無論手工或外觀 和名牌的包包 基本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以下我就邀請到卡洛斯太 親自為你解釋她的口罩的特別之處 那我做這個口罩 這個口罩套的作用就是 我首先是這樣兩層 因為公仔那邊漂亮 所以就在外面 把口罩套進去 把三層的口罩套進去 把三層的口罩套進去 然後在這邊出回來 作用就是 表面這一層就可以 防止飛沫 那底這一層呢 就可以吸了自己的口水 那然後呢 用完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整個 噴出來去清洗了 那就可以 令到這個口罩重複使用了 那我這個口罩呢 是經過改良的 那首先呢 就是把這個 布 毛巾 塞了幾個摺痕 那等同口罩一樣 然後呢 再在旁邊 這裏呢 就整個扭 那以防口罩 飛脫了出來 還有 戴上口罩那裏的時候 會有 會有空口 那麼就 扭了它之後呢 就會貼上 臉的 那 而上面呢 上面和下面呢 都會有 一個小洞 那麼這個洞 就方便我們 戴上去的時候呢 就抹開口罩 然後呢 就屈回這個位置 下面都一樣有一個 洞 可以方便呢 打開口罩 你確保它是 已經是打開到 上和下都 就是這樣 這個我老婆做的 口罩呢 卡洛斯比較欣賞 就是它會令到 原本的外科口罩 更加貼面 因而就會保障細菌 就更難漲入你的口裡 尤其在一個疫情肆虐的時間 無論用科技方法 或者用女人仔 針針線線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設計一些東西出來 幫助到很多有需要用的人 希望我們兩個介紹的方法 真的可以幫助大家 煽用口罩 記得把多餘口罩 讓給有需要的人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和評語 拜拜 人家說我們是現實版的 IQ博士和翻車老師 Hi